AK-407有效射程300米 子弹出速710米每秒 不过那是在空气当中 如果把它放到水里面掃射 它能打多远呢 不会超过2米远 为什么啊 因为水的阻力是空气阻力的800倍 你能体会到船它有多难了吧 在阻力如此之高的地方前进呢 难怪它要想尽一切办法 把自己的脑袋削得尖尖的了 但不对啊 我看到了一个很反常的现象 在很多大船的船头下方 居然突出了一个 看起来又圆又笨的东西 在我看来呢 它不仅拉低了整体的颜值 而且难道不会拉低船头的流线造型 让原本就不小的阻力进一步的增加吗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解释 今天它来了 我是人称百科拳书的火箭书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船头上凸出来的一块东西 叫做什么名字 又有什么样的作用 而这样的作用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有这样的意义呢 好 先来说它叫什么名字 它叫做船匕首 或者叫做球匕首 都很形象啊 毕竟这么突出来的一块呢 确实是很像船的鼻子嘛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在船头上装上它了 先来说结论啊 它跟我之前想的恰恰相反 不仅不会增加船的阻力 反而还会降低船的阻力 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先来看一艘没有船匕首的船 在水面上前进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本质上 当一艘船在前进的时候呢 它是在推着前方的水一起前进的 所以首当其冲船头部位面临着最大的阻力 同时也把这里的水推到最高的位置 接下来这部分被推高的水必须要流到某个地方 于是它只好沿着船身侧面往后往下流去 进而就形成了一个遍及整个船体的上下起伏的波浪 这样就带来了一个明显的坏处 我们都知道啊 阻力的大小是跟接触面积有关的 接触面积越大呢 阻力也就越大 而当这部分沿着船身侧面往后流动的水 震荡起伏的越厉害的时候呢 它跟船身之间的接触面积就会变大了 所带来的阻力也就变大了 这种阻力叫做新波阻力 它不仅会消耗掉更多的燃料 也会拉低这艘船的最高航速 举一个现实当中的例子啊 美国国家地理频道 曾经制作了一部关于马力皇后2号邮轮的纪录片 里面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啊 这艘造价8亿美元的邮轮 在其总体设计已经定下来的情况下呢 航速却没有达到要求 最高只有20多节 而订货厂商的要求是 该邮轮在平静海面必须具有接近 或者超过30节的航速 要保证它能够在6天内横渡大西洋 从而具备无法匹敌的竞争力 然而此时的邮轮动力推进系统已经开工 没法再额外增加功率了 这个筹坏了邮轮制造厂商 最后你猜他们怎么着 他们的设计师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把马力皇后2号船头前面的那个突出物 加长了2米 然后问题就得到解决了 邮轮航速终于超过了30节 可见船匕首在降低阻力方面堪比魔法 但我们该如何用科学来解释它呢 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是 当我们把一个球状的物体放到水下移动时 由于球前方的水体受到挤压 所以压力上升 从而使上面的水面隆起 而到了球的后面压力下降 水面也就被拉了下来 碰到船头后 自然也就不会涌起太高的波浪了 另一种解释是 船匕首所产生的波浪 能够跟船头其他部分产生的波浪相互抵消 就像是你让一个波正好跟 与它的相位相差 180度的另外一个波叠加时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两个波都消失了 从此变成了一条直线 浪直了 阻力变小了 油耗变低了 速度变快了 谁不高兴呢 难怪我们现在可以在很多不同类型的船上 看到造型各异的鼻子 它们有的前身较长 前端较尖 横截面呈现出圆形或者椭圆形 浸在水里面的深度也较大 叫做撞脚型船匕首 通常用在低速丰满的船型上面 满载和压载时的降住效果都很好 另外一种看起来比较熟练的船匕首 叫做水滴型船匕首 它出现的最早 特征是体积较小 且集中于船头的中下部 这种船匕首有利于减小设计水线的 静流角 多用于中高速的船上 还有一种船匕首叫做SV型船匕首 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并被广泛使用 其特征是整个船首从侧面看起来呈现出S型 而匕首下部的横截面呢 则呈现出V型 适用于手部泡面呈V型的船 在较宽广的速度范围内均能降低船体的阻力 并提高推进效率 还能显著减小船首底部与海浪之间所产生的撞击力 专一属于叫做抨击 从而避免了结构变形与破损增加了安全性 此外SV型船匕首还有较好的破冰性能 所以用在破冰船上挫不了 当然还有其他类型的船匕首 我就留给大家来帮我补充吧 最后我想再补充一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几乎用到了 跟这个工作原理一模一样 但是却比它又更离我们亲近一点的一样东西 你猜到了吗 降噪耳机 因为声音也是一种波 为了抵消耳机外传来的杂音的声波 降噪耳机会主动制造出一个跟它的相位完全相反的波 去抵消掉它 是不是像极了传匕首的角色呢 不知道当初第一个发明了降噪耳机的阿尔玛博士 有没有受词启发呢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这张照片有点意思 其中有两个细节我们可以来说一下 一个是布满了飞行甲板的很多像这样的小孔 他们是干什么的 另一个是这个身在飞行甲板前端的 有点向下倾斜的斜坡 如果这张照片看的还不是太明显的话 那么这张还够明显了吧 但是你又会发现 在现在很多的新航母上又找不到他们的身影了 所以他们究竟曾经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现在又消失了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先来说这些小孔 其实它们并不是小孔了 近看的话是这个样子的 顶多算是一个小坑 并且在小坑顶上还焊上了一个星形的钢筋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会联想到什么呢 总之我联想到的 是一个我在成都的宽窄箱子里面看到过的这个 酸马石 有没有一举同工之妙呢 既然这个是酸马的 那么那个就是酸飞机的了 就像这样一样 尽管航母上的飞机是可以被存放在飞行甲板下方的机库里面的 但海军有的时候却并不喜欢这么做 估计是嫌太倒腾了吧 所以总有一些遗漏的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被留在了甲板上 跟着航母一起随波逐流 为了避免它们滑动 就需要用专门的链条来固定它们 通常情况下至少每架飞机上都要绑上留到12条才行 要是遇到恶劣天机的话就得绑上更多了 实际上不光飞机任何一个在飞行甲板上可以移动的设备 比如救护车和其他一些工作车辆等等 在停稳以后都是要绑起来的 所以这个叫做Pad-Eye的东西就几乎布满整个飞行甲板了 由于它们是凹在下方的 并且上面的新型钢条够密够平就完全不会影响到甲板的平整度了 好了我们再说第二个 身在航母前方的小斜坡 它们叫做缰绳捕捉器 为什么现在又不见了呢 因为采用缰绳的弹射方式基本上都被淘汰了 跟现在航母上普遍采用的简单又方便的弹射感不同 以前使用的是缰绳弹射 是又复杂又废料的 具体区别我们可以来看看 先看现在的弹射感式 基本上两步就可以了 先是把飞机前起落架上面的牵引杆挂在弹射器的滑块上 然后在后面接上一根紫外感 它的作用是 用恰到好处的力量抓住推力全开的飞机 直到弹射器开始工作才放开 以保证飞机在一开始的时候能够停在原地 就这么简单 好再来看看江绳士又是怎么做的 它就很像是在飞机的脖子上挂了一条项链 它的两端分别挂在飞机两翼下方的钩子上 然后从弹射器滑块的凹槽中穿过 接着滑块稍稍前移 把缰绳给拉直了 当然后面也会挂上一条专门的阻碍绳索的 其到的作用跟现代的阻碍感一样 在弹射器没有往前冲之前 把飞机拉在原地 由于整个过程步骤繁多 又是挂又是检查又是指挥的 所以需要的人就会很多了 通常至少是5个人 3个人负责前面的缰绳 2个人负责后面的缰绳 即便是这样 每一次的弹射都犹如拆盲盒 生怕就拆出了一个不靠谱的出来 当弹射器拉着挂在飞机上的缰绳 越来越快的冲向甲板前方时 飞机升空了 而缰绳就只剩下了两种命运 一种是直接被甩到海里面 变成一次性的卫鱼去了 在没有退役之前 法国戴高乐航母上的超级军旗舰载机 就一直是这么做的 显然这甩出去的都是钱 法国人的航母不多 甩的也不多 咬咬牙咽肚子里面也就罢了 但美国人受不了 所以这就带来了缆绳的第二种命运 回收再利用 当然代价式操作起来又复杂一些 在缆绳的挂钩下 再挂上两条捕获绳 当飞机被弹射到甲板边缘 与缰绳脱离升空后 原本也应该要飞出去的缰绳 会被捕获绳猛的拽住 巨大的惯性把它拍在甲板上 很有可能就会反弹起来 打在正在离开的飞机上了 很危险啊 怎么办呢 把下面的甲板往下翻啊 但整个往下翻又不划算啊 那就专门给它整出一块来 单独往下翻呗 这就有了这块斜着向下延伸出去的小平台了 它给拍打下来的揽绳呢 预留了更多的空间 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其弹起来后撞到飞机上了 不瞒你讲啊 我上初中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 还以为是怕飞机弹射距离不够给额外加出来的小甲板呢 但就是很纳闷啊 它不该往上翘 怎么还往下倾斜呢 所以啊 你以前有没有也这样想过呢 有的话就在弹幕里面扣个1啊 表示咱就是占有了 当然随着时间退移 现在这个东西只能在巴西从法国那儿买回来的圣保罗号 克莱蒙索级航母上面看到了 美国自己的 已经随着最后一艘装着它的企业号在2012年退役 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了 好了 于是今天的内容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